从1973年至今,港姐选举已经走过了49个年头,这些昔日的港姐现在大多步入婚姻,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欢迎来到新闻榜,接下来,大家就一起来看看港姐子女的颜值对比吧。 1.袁永怡,袁永怡当年参加港姐选举时因为颜值过高,还得了个亮亮的外号,她五官端庄大气,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圆圆的,轻松夺下了当年的港姐冠军。 袁永怡的老公张志林同样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帅哥,两个人的儿子完全按着两个人的优点长。 此前,袁永怡与张志林的儿子张沐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几张自己与母亲袁永怡的合照,这是张沐童长大以来第一次露全脸。 照片中,张沐童坐在黑色的摩托车上,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和红色的围巾,穿着白色的毛绒外套,看起来一副邻家大男孩的模样。 坐在后面的袁永怡则穿着牛仔外套,随意地披着长发,素颜出镜的她满脸微笑,双手环抱住儿子的腰。 其实袁永怡和张志林早期经常带张沐童露面,不管是出席公开场合还是同行游玩被偶遇,亦或是晒出的家庭合照中,张沐童都会面带笑容的出镜,脸上满是被父母宠爱后才有的幸福感。 张沐童也是从小帅到大的典型代表,小小年纪便能看出她出色的五官比例,不愧是两位严霸的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袁永怡的育儿方式很是有趣。 袁永怡在某节目中透露张沐童摔倒时,她不会上前去扶起,而是静静地看着她,让她学会自己独立地站起来。 当张沐童闹脾气不吃饭时,袁永怡也不会去低声下气地去哄她,可见袁永怡想更多培育儿子的自主意识,让她能够成为坚强勇敢的男子汉。 二、李嘉欣,此前有媒体曝光了李嘉欣一家三口罕见露面的照片。 据悉,当天李嘉欣与许静亨夫妻俩带着儿子,现身某慈善演唱会,这也是许剑彤的首次登台亮相。 李嘉欣当晚身穿一席亮黄色礼裙,将头发扎成了一个高马尾,整个人看上去利落干脸。 大病出狱的她,看着比之前消瘦了一点,但气色已经恢复得挺不错了。 而丈夫许静亨,则是选择了嫩粉色的西装外套,搭配浅色系长裤,戴着一副框架眼镜,显得有种儒雅贵气的感觉。 许剑彤身穿雾霾蓝外套,和爸爸许静亨戴着同款框架眼镜。 如今11岁的许剑彤个头长高了不少,目测其身高已近1米7。 虽然是首次登台,但许剑彤丝毫没有怯场,她在台上侃侃而谈,给人的感觉十分沉稳。 不过一些网友却认为许剑彤的颜值气质都不似爸妈,妈妈李嘉欣是冷白皮的高挑美女。 但许剑彤肤色有黑,且五官没有李嘉欣那种立体精致感。 她的脸型更加像爸爸许静亨,都是方圆脸。 不少网友都感叹许剑彤完美错过了爸妈的美貌基因,真是有点可惜,只能期待她长大后是否会有大的变化。 3.蔡绍芬 2021年11月,张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动态,为小儿子乐儿庆祝两岁生日。 照片中,蔡绍芬和张晋手捧着乐儿的脸蛋,小家伙低着头,看起来有些害羞。 乐儿长着一双圆圆的眼睛,头发微微有些卷曲,小脸圆呼呼的尤其可爱。 从照片来看,乐儿的模样跟爸爸张晋很像,长大后一定也是位小帅哥。 蔡绍芬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亲密地站在弟弟旁边。 两姐妹的长相极为相似,五官都遗传了父母优秀的基因,长大后肯定非常俊俏。 据悉,乐儿是蔡绍芬在46岁高龄时所产,当时有很多媒体争相报道此事。 当时,蔡绍芬与丈夫已育有两女,很多网友都不理解她为何要冒这么大的危险生三胎。 有一些网友认为蔡绍芬生三胎与强势的婆婆有关,还有一些网友认为张晋家里重男轻女。 其实,蔡绍芬在公布怀三胎喜讯的时候就解释过孩子是依败而来的。 4.胡姓 2021年,胡姓老公李承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给二儿子李依林庆祝两岁生日,并晒出了多张儿子的可爱萌照。 照片中,三岁的大儿子穿着蜘蛛侠套装,正在帮妈妈切蛋糕,大哥饭十足。 而二儿子作为兽星自然占C位,并乖乖窝在妈妈怀里。 两个月大的小儿子李依红被保姆抱着往二哥身边凑,小朋友不哭不闹很乖巧,谐言表情魔性十足,小小年纪就由古霸道总裁样了。 从照片看来,三个儿子的颜值都很高,不仅五官密体清秀,而且皮肤也很白,可以说是完美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 网友们纷纷留言感叹胡姓现在真的好幸福,老公有钱又顾家,三个孩子也很可爱。 5.杨婉姨 之前杨婉姨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为女儿庆生的照片,画面非常温馨。 照片中,17岁的汉娜站在前排,手里捧着一个蛋糕,笑得非常开心。 小儿子在后排,摆出了很酷的样子。 汉娜与杨婉姨虽然长得非常像,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戴着牙套的关系,她看起来并不是太漂亮,与杨婉姨年轻的时候无法相比。 事实上,汉娜一直以来都是众人心目中的乖乖女,她从小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小时候性格十分乖巧。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遭遇到了家庭的变故的原因,这些年变得越来越自我,行为举止都非常出人意料。 2022年年初的时候,她突然染了一头红色的头发,打扮得也越来越另类于朝贩,这个新形象一度吓坏了不少。 6.莫可欣 此前方忠信妻子莫可欣接受了采访,曝光了一家人的近况。 罕见露面的莫可欣,穿着红色衬衫裙,配上精致的妆容和发型,打扮大方得体。 已经53岁的她,无论皮肤还是身材都保养得很不错,跟当年选美时比起来,变化不算大,绝对称得上动灵有数。 莫可欣是港姐选美比赛出身的,她的颜值在那一届不算出众。 却因高学历得到评委成龙的欣赏,在对方的支持下,她击败郭可英,麦佳琪,陈妙英等一众美女,暴冷夺冠。 比赛结束后,她遭到了外界的冷嘲热讽,于是,在娱乐圈发展不顺利的莫可欣便转行做生意了。 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同时,莫可欣也怀上了方忠信的孩子。 虽然方忠信没做好当爸爸的准备,但既然怀上了,两人便选择结婚并生下孩子。 不知不觉,女儿福佳琪已经有14岁了,她长得非常像妈妈,尤其是眉眼,简直一模一样。 莫可欣还爆料女儿现在有点叛逆,在家里会翻白眼。 7.郭县妮 不久前,郭县妮安排女儿在自己的新剧《冥冥之中》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 只有10岁的女儿初次上镜,就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天赋,让不少媒体都对其大家赞赏,甚至称其为明日之星。 对此褒奖,郭县妮也在回应中展现了高情商回复,她首先是感谢媒体们对于自己女儿的褒扬,随后话锋一转说自己对于外界将自己的女儿称之为明日之星的评价实在不敢当。 之后又解释带女儿一起拍戏是为了让女儿体验做人做事的责任感,体验不同的人生。 这番话也是间接否认了女儿要出道的传闻。 郭县妮对于自己女儿的培养所表现出的态度可谓是不卑不亢,既不希望外界过分捧高自己,话语间又留有余地,感谢导演给女儿机会。 八,梁小冰,其实纵观梁小冰的演艺之路,虽然不算高产,但胜在有几个代表角色,因而让人惦念至今。 梁小冰已经诞圈多年,婚姻幸福,还欲有一个帅气的儿子。 近日,梁小冰频繁在社交平台更新生活动态,随意点开一张,可见她的状态依旧大好。 照片中,她五官靓丽,一头卷发丝滑无比,身穿粉色泡泡绣上衣,全然不似五十一岁的模样。 虽然她看起来很动灵,但儿子可是马不停蹄地长大了。 梁小冰儿子小时候的颜值曾颇受争议,小家伙幼时的五官颇为清秀,但显然和父母年轻时无法相比,加上牙齿过于突出,一度备受吐槽。 不过随着年纪增长,小家伙的五官也逐渐展开了。 在梁小冰之后晒出的照片中,儿子陈阳毅已经出落成一位帅气的小男孩,随意一拍的侧颜十分优越,比之前好看了不少。 九,邱淑珍,2021年冬天,由港媒曝光了邱淑珍与二女儿沈日外出逛街的照片,引发热议。 当天,邱淑珍身穿白色衬衫搭配牛仔裤,扎了一个小丸子头,打扮得俏皮又可爱。 宛如少女般靓丽,女儿沈日身穿蓝色外套,长发披肩,身形丰满。 从五官上来看,她还是像爸爸比较多,眉眼完全没遗传到妈妈的神韵。 众所周知,邱淑珍有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中,大女儿沈月的颜值最为出众,而二女儿沈日和三女儿沈辰很少在大众面前曝光,生活非常低调。 如此看来,昔日港姐的孩子现在也基本都长大了,他们有的完美遗传了父母的基因,有的长得稍微偏了一点。 不论如何,还是期待他们都能有更好的未来。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别忘了点赞订阅哦。